防呆,判断是否为数字 因为如果他输入的话,假设这样 他如果输入资料,等于是testbox 234 一定不能输入非数字,非数字的话,当然输入50,这个一定OK 可是他如果输入什么呢? 假如说他输入什么?输入50 这样,那不OK 或者是说,我是觉得常常会有那个一般user 最容易翻得出什么?输入50,还给你多一个空白 50空白,当然这就不OK啦 多一些不应该,或者是50,然后多一个一点 这样也不OK 也就是说,他这个testbox 2里面如果有非数字的字元的话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他有输入非数字字元? OK,比如说这样,按新增应该 新增 请输入操作考 这个过了 如果今天输入50 这样应该不OK 应该把它挡下来 有没有 因为他会先检查第1关,一定要全部有资料 再检查第2关,第2关我是这边的话 有把它防待一定要是数字 清增 有没有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那我接下来怎么处理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所以这个是meshbox 然后呢,请输入什么 阿拉伯数字 逗点,这个叫VBcritical XX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我应该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资料删掉 所以是testbox 2点 等于空字串 对不对 然后再把游标放上去 就是testbox2.setfocus 记得 再加 如果没有加 那完蛋了 他又全部执行,那就错了 OK,大概程式是这样 按确定 有没有 轻掉 有没有放上去 那其他这边跟这边都一样 所以写法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来的话就是 判断是否为数字 如果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 我刚才其实 干脆直接拿什么 拿这个来改 有时候其实程式都差不多的话 我有时候会直接拿上面来改 那改的部分的话,第一个 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 其实呢,一样 VBA 你可以通过VBA里面有一个 点什么呢 点之后的话呢,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 函数 是 用来做 判断是否为数字 是否 是否的is 所以 以后的话 反正呢 VBA里面 只要是is开头的 好像 ECEL里面也是要一直开头的 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呢 是不是 array 是不是正列 是不是 日期 是不是空的 那 我们要的是否为 数字 数字的话 就是neuric 这个 是不是一个 数字 所以呢 用这个 是否为数字 那接下来我怎么样 刮符 把什么呢 TESBUS2 里面的文字丢给他 然后刮符 那 后面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去 就是把他挡下来 如果不是的话 你应该挡的话 是不是 不是哦 不是的话呢 有两种叙述 你后面加一个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等于FALSE的话 那就是 不 什么 is 不 等于FALSE 不是数字吗 从后面 不是数字 这样OK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 不等于 True 这样也OK 这样也OK 所以刚刚等于FALSE 我怕有些红颜会转过来 应该懂意思吧 等于FALSE 不是的意思 不等于True 也是不是的意思 只是说这种写法 我们要习惯 不是 不 不等于嘛 就不嘛 是 后面不是 这个我比较习惯 不是 OK 那如果等于FALSE 就这样 是 等于 是不是 感觉好像会 绕一圈的意思吧 所以应该懂意思吧 反正慢慢自己习惯 抓到你可以 比较好理解的写法 就是好的写法 你会发现有时候 看别人的写法 你反而不太能够接受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 去理解 这些程式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去自己去抓到一个你习惯的写法就是好的方法 所以如果有人写等于FALSE 跟不等于True 其实是结果是一样的 你不要说为什么他写这样 怎么会这样 没有没关系 像我的习惯 如果我参考别人的程式来 我一定先改成我自己习惯的写法 我不要用他的写法 我一定要从头先把它改成我习惯的写法 不然的话 怎么样都不是我的东西 我怎么看就怎么样不顺眼 那我改完 我用我的方法来写 我觉得这是我的 没有问题 为什么很亲切 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 所以以后你看到我写的程式 你再去看别人写的也不太会习惯 OK 那你一看就 所以之前有个学生好跟我讲说 老师你那个写法有慢慢有那种 吴老师的那种 什么type的写法 就是有那种 一看就是 老师这是你写的对 没错 因为只有你会写这种 你这样的样子 对对 有你这种的style 如果以后你也可以写出你自己的style的话 那表示你也可以自成一家 我是觉得真的写程式 就是要有自己的style 这是 是必要的 可是当然一般在教学上面 或者在teamwork的时候 当然是不希望你太有type 你size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写都不一样 那这个以后你的leader 他管理的时候他就很难怪 每个人写不一样 那我看你们程式 怎么办 OK 那当然 不过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可以再商榷了 OK 这个一个之后二有的时候就变三 所以 其他部分的话呢 我就 直接拿这上面来贴好了 因为其实都一样 所以我就把 3跟4 直接再放在这个程式的下方 所以这个OK之后的话 那这样就34 那接下来最后的话 判断0 是不是 0到100之间 程式差不多 第1个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是大于100 OK 那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 我们要把 房呆的部分挡下 挡下应该挡哪些 第1个 他如果是大于100 不行 第2个 或者 所以后面有个偶 偶尔 偶尔 tas bar 有什么 小于0 如果 这其中一个 只要一个发生的话 那我就把他挡下来 你不能and 为什么 因为and不可能同时发生 他可能又大于100 而且又小于不可能 所以只要其中一个发生的话 那就表示有错误 那我就把他挡下来 请输入 0到100之间的数字 OK 就像我们执行好了 假设我这边 一样输入 ccc 然后我一样有输入 但是输入120 他一定 第1关过了 第2关也过了 第3关就不过了 为什么 因为这边 他一定是大于 100 所以呢 请输入0到100这些数字 按确定 删掉 然后呢 帮我再把油标放上去 一定sup OK 其他也是一样 所以 这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 把这个逻辑 主要在这里 加一下 OK 然后 MeshBox一下 其他都一样 所以 二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三 四 也把它怎么样做完 这个房呆的部分呢 我们就 大功告成 不过你会发现 光那个房呆 其实 算是还蛮多的 有没有 那主要是我们都个别个别的去做判断 OK 这样会比较精细 至于说 有没有哪些地方还可以再把它合并或怎么样 可以再想想看 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房呆 一定有 如果你想得越细的话 那这个可能会遇到问题的比较少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讲的部分 是放在云端上面的第七页部分 来画面先在房给各位一下 OK 房呆的部分 总共有 房呆一 房呆二 房呆三 试一下 好